北約各國裝甲師會使拉脫維亞實彈射擊 然而現在任何的炮擊硝煙都格外令人緊張 因為波蘭剛剛遭到飛彈攻擊 第一時間外界都把矛頭指向俄羅斯 俄羅斯也高分貝自清 一開始烏克蘭也反嗆這是栽贓 然而美國總統拜登卻透露可能不是俄軍所發射 接著美聯社就引述官員說 其實是烏克蘭自己的防空飛彈 波蘭隨後發出聲明 感謝北約保護國土安全 烏克蘭也改口說近代調查 土耳其在G團體幫俄羅斯發聲喊冤 還說一直強調遏制飛彈只會惡化局勢 而中國大陸下午也表態了 當前形勢下 所有相關方均應保持冷靜克制 避免局勢升級 其實俄羅斯外長前一天就已經離開G團體 因為各國領袖今天就要發表共同聲明 譴責俄羅斯 不過今年只是用聲明 而不是用聯合公報 意味著內容不是所有成員都同意 聲明中強烈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還要求俄羅斯要無條件完全撤軍 但是追根究底還是烏俄戰戰的問題 波蘭襲擊事件正式調查還沒出爐 俄羅斯跟西方隔空互嗆炮聲隆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